国民党台北市长初选完成了登记 那么林盛文也在今天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媒体的问题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个是他的小妹连永新 那么参与连树要将一花下台他怎么看 另外一个是这个连战呢 对于曾经是得意门身的立委丁守中 频频开口炮轰感到痛心 而对这两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来看连盛文怎么回答 国民党北市长选战 党内民调即将倒数计时 但日本白日化的选情 却因为反服貌抗争 温度骤降 就连联盛文的妹妹连永新 都在学运过程里参上一咖 第一他有朋友在现场参与这个活动 就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抗议示威的 那这些朋友可能也是他很好的朋友 那么他对于就是说 我的妹妹对于说这个 看到媒体上有些学生受伤 这样子的画面 我认为他觉得他很没办法接受 连永新参与台大政治系的连署 要求这样一花下台 严盛文尊重妹妹有自己的想法 服貌停不停 衍生成为台湾社会二元对立的撕裂商 身为台北市长参选人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立法院已经同意就是退回委员会了 对 既然退回委员会的话 就大家来做一个主条审查 把这个程序这些东西做好 主张一致 严盛文的服贸随堂考 答案很难赢 不过眼看党内竞争者 活力越来越猛 逼得连战 不得不对昔日的学生 丁手中说重话 为了选举有必要这样对待彼此吗 不过连胜文 巨大口水战 大家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 每个人做事情方法都不一样 那我的原则是 我们尽量的不去攻击对手 因为我想我的父亲 即便是爱子心切 也不会比不上心里面的失望 跟这种痛心吧 出选结果不到一个月就要出炉 太阳花旋律也逐渐要有车祸 为市场选战 恐将掀起下一波 政坛热浪 记者张凯亮 黄远远 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